男扮女装的皇帝和女扮男装的太监相遇 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男主表面是高冷优雅的女帝 实际是个腹黑邪魅性狠手辣的风批 女主表面是英姿撒爽的东厂都督 实际是个混吃等死坐等退休的咸鱼 这天女主意外发现了女帝的男子身份 差点就被一剑送走 几番挣扎终于勉强留住一命 可还没来得及高兴就被女帝喂了药丸 为了活命她只能乖乖听话换取解药 满足皇帝的各种物理要求 被喂药的这天晚上 燕狼火速回到住所 却没注意到这屋里竟有别人 她要趁着毒药还没完全消化 想办法催吐出来 催吐第一招喝肥脏水 燕狼鼓起勇气大口喝了下去 然而两碗瞎都不仅没吐出来 反倒撑得够呛 催吐第二招抠嗓子眼 她鼓起勇气用筷子戳了进去 然而远了半天还是没用 燕狼大手一挥 看来只能用绝招了 连续后空翻 三反过后 燕狼稳稳倒立着靠在墙上 可下一秒却惊得瞪大了双眼 对面的皇帝慵懒地说道 哟 提督大人 玩咋技呢 燕狼一个手软滑倒在地 陛下 您这身更半夜的 忽然一阵脚步上传来 看来她之前的布置生效了 她火速起身将陛下逼到墙角 用折扇挡住了她的嘴 噓 陛下 看来陈瑶钓的鱼是准备咬钩了 皇帝傻傻地看着肩带指使的人 从小到大为了隐藏男子身份 她从未和人如此亲近过 燕狼却没注意到陛下的神情 随手拿了件衣服递过去 让她穿好准备看戏 然后这货又递过了两个馒头 不知陛下平日里垫的是什么 奴才这里只有这个 真不需要 滚出去 很快两人来到门外 燕狼率先发起攻击 一拳重弯回出 急向男子巡口 然而这番剧烈动作 让她把刚才喝的肥皂水吐了出来 皇帝减壮让她快起开 自己对准男人发起攻击 一通钉装猛揍之后 被摁在地上的燕狼 可怜兮兮的闻 陛下 你是不是眼神不太好 没发现抓错人了吗 眼见男子要溜走 两人同时起身追去 情急之下 由燕猛正的陛下 一脚踩空 凤重相互栽挡 燕狼听到声音 燕猛叫人一口接住 两人的心跳骤然加快 扑通扑通跳个不停 红着脸分开后 个子尴尬不已 忽然有重弧摔倒生出来 两人凑过头仔细一看 这人哪里是什么刺客 分明是燕狼的手下德忠 这获得梦游症又犯了 所以才大半夜乱逛 房顶上的幕后主使 见到这一幕 勉强憋住没笑出来 转头却看见身边 有一群巨大的老鼠 于是惊叫一声 慌忙跑了 然而那一瞬间 还是被皇帝发现 果然是他 他拦住要去追击的燕狼 克服刺客一事 到此为止 无需再查 却丝毫不提 要给他解药的事 可怜的燕狼 只能继续白天提毒 晚上提屯 直到今天 燕狼感觉自己报复的机会 终于来了 女帝登基的第一件大事 就是充实后宫 然而选皇夫的差事 竟然交给了他 那这选拔自然是 谁给的钱多 就让谁入选呀 皇夫的人选有了 接下来的事就更有意思了 燕狼带着一位 大名平鼎的教养摩摩入了宫 老奴是来教授陛下本师的 此时女帝正在扬厂练剑 余光推荐小家伙走过来 变起了逗弄的心思 调戏渐渐指指他们次去 燕狼惊得一动不敢动 皇帝抽回剑调侃道 开个玩笑而已 毒主怕什么 燕狼心中默念 不气不气 不慌不慌 很快鼓起勇气说道 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 陛下您需要在某方面提升自己 在看到前方的授课内容后 皇帝直接黑了脸 燕体毒 一张本师了哈 好 好的很 台上的默默开始自信地授课 男人分为三类 顺从形 独立形和反抗形 说完还来了个课堂提问 现在陛下可以告诉老吴 胡上蛮子是什么类型吗 皇帝忍耐再忍耐 冷漠地蹦出两个字 反抗 嬷嬷连忙夸赞道 答对了 那针对此类男人 需要先打碎其尊严 让他知道谁才是天 感受到周围的空气越来越冷 燕狼硬了头皮劝道 逼逼逼 陛下 息怒 他现在好想逃走怎么办 台上的嬷嬷正要继续下一个案例 却被忍无可忍的皇帝力声打断 烟提毒 送嬷�出去 十分认可 请陛下给个不学的理由 皇帝冷淡开口 朕已将这些技巧融会贯通 没必要继续学下去了 老蒙们一秒变脸 那老奴可要检验陛下的学习成果 就凡请烟提毒 假装成皇夫 方便陛下识操一下吧 这话一出两人同时呆住 很快女帝轻笑一声 随后缓缓靠近 也微尝不可 燕狼连练好推 弱弱地尝试反抗 臣 臣唯恐不能担当子大人 反抗无效 他被一把推倒 燕狼下的冷汗直流迅速爬起来 请陛下三思啊 臣还是去找演技好的太监来 却再次被陛下安回原地 一旁的默默兴奋的现场提问 若遇到此类性自裂的皇夫 陛下当如何 燕狼欲哭无泪苦苦挣扎 却被一把抓住手腕挨在头顶 他结巴着说道 臣 臣只是个阉人 别脏了陛下的手 女帝在他耳边轻声说 比如配合 这还能早点结束 再要反抗 坏了真的好性质 那朕得一个忧总不过分吧 他眼神紧盯着燕狼 你说呢 老嬷嬷递过来成绩单 那自然是优异 老奴也能向太上皇交代了 老奴告退 嬷嬷走后 燕狼羞蚀地穿好外袍 刚想开口 却收到狗皇帝一个冰冷的眼罩 随后嫌弃地让他滚蛋 燕狼戴好他肩帽 火速滚远了 路上走得太急 鞋子都跑丢立着 回到卧房后 燕狼连忙抛进玉童给自己降降门 随后是出吃奶的劲 把胸部勒紧 女人不狠 地位不稳啊 而另一边 男班女装的皇帝正在苦恼 如何才能不跟男宠门困窍呢 忽然他灵机一动 故意让人把自己的大鹅 赶到男宠门的院子 最好把他们撵得满身大汗 重伤跌倒就不能失寝了 谁知想象是美好的 现实是残忍的 先是放出的鹅 全被鹦鹉不凡的嘟嘟给收拾了 将寿惊过度 除除可怜的皇妇们救了出来 随后她的妹妹二皇女又突然来访 不仅带来了崔晴香 让她大展瓷风 还抬上了两个洗白白的皇妇 让她立马跳一个林性 二皇女眼里闪过得逞的笑容 他们原本是一对双胞胎女婴 姐姐小时候生了怪病 被送去寺庙静养 如今突然出现 还当了皇帝 二皇女一心大气 这个姐姐很有可能是他人冒充的 女帝此时脸色极细难看 因为抓额帮了盗忙的燕狼及时出现 为了替皇帝遮掩男子身份 她大声说 臣却点燃脆清香 为陛下助兴 随后走到她身边小声说 陛下只管随便挑一个皇服 剩下的事尘来解决 皇帝这时候也只能相信她 于是随手选了个男子 二皇女走后 本以为燕狼能有啥起找 谁知她掏出匕首抵住人家脖子 让她自己叫 美男下得泪水连连 最终屈服于燕狼的淫威之下 断断续续的魔方起降降的声音 女帝看完这波操作呆了几秒 随后轻笑一声 这一时都想不出 该怎么夸你才好 燕狄都傲娇地回答 陛下满意就好 皇帝每天起床 第一件事竟然是化妆 因为这个国家 只有女人才能做皇帝 偏偏老母亲只成了她一个儿子 于是她只能男扮女装 每天敷粉 苗眉 贴花店 当天恩自把眉毛化蝉时 皇帝终于怒了 本是女儿身的太监忍不住来帮忙 她是唯一一个知道皇帝秘密的人 皇帝迟意地将螺子带递给她 又冷漠地接了句 画不好就去领二十大板 燕狼顿时觉得这螺子带有点汤手哦 净尘的阳光洒在两人身上 这幅画面宁静而为美 想当壁纸了又没有 眉毛化完再展身口吃 这妆面皇帝再挑剔也无话可说 可她一个燕人为啥还会化妆 皇帝又想起她房间里的肚子 看来她练这门技术 定是为了讨好女子 好把人家勾到她上去 于是燕狼就被皇帝 莫名其妙地撵了出来 一出门就看见了 昨晚事情的月侍了 此时她正展示着后背的鞭痕 咕诉着昨晚事情到底有多疼 让其他侍郎们十分艳险 燕狼一看 这货很有想法呀 害怕昨晚假事情没有吻痕会被发现 竟然想出用鞭子出自己的狠招 不过这样也好 免得别人说陛下不见蓝色了 于是燕狼心生一计 送过来一堆补品 说这是皇上给月侍郎的赏赐 转头就找到皇上 嘴上说要自行请罪 为了替陛下遮掩假传圣旨 实则就是干完活回来讨赏的 皇帝凑近轻声问 那你想要什么赏赐呢 燕狼瞬间吸睛上身 化身中全装 全想求陛下自臣解药 臣贪生怕死的 竟然总是心计 所以想讨课解药压压惊 可怜的燕狼还不知道 他心心念念的毒药和解药 都是花坡里的土 这次女女直接捏够了一个月的分量 嫌弃的洗了洗手后 纷飞哑欢 叫泥丸收好 这往后可不想再脏手 为她搓泥丸了 夜里皇上再次梦到小时候的经历 于是连夜召燕狼进宫 虽然大半夜假玩让燕狼十分不爽 可当他看到眼前的一幕 顿时觉得这趟来得直啊 他还是第一次看见男人的身体 而且还是个大美男 皇帝将身体沉入水中 燕狼连忙羞得捂住双眼 只听皇帝低声吩咐的 朕从出生起就被送到青云寺 多年来一直有个替身充当朕 她是名义上的大皇女 顾思营的亲姐姐 朕要你查出她的下落 燕狼其实早从师父口中 知道了这些往事 见皇帝一直没回头 忍不住扒开手指偷看起来 随后果断应下任务 就巴巴的凑到皇帝身边 陛下看见有些累了 要不臣给你捏捏送送筋骨 反正太监也是男人 皇帝没有多想 闭上眼准备小睡一会儿 不知过了多久 燕狼轻声唤了两声 见他没有回答 再一低头 看见令人血脉盘胀的好身材 不仅吞了吞口水 大致胆子往前面探索 摸到墨弟弟的时候 露出了得逞的幻想 就在这时 作乱的时候被一把抓住 皇帝低沉的声音传来 不想活了 女帝每天都躲着君锹的男宠们 只因他不想自己的秘密被发现 每当翻牌子时 他都说自己亲戚来了 可这个月 他的亲戚已经来了三次了 这样下去也不行啊 于是皇帝又想出了一个喊召 这男人不行 可有一个假男人他行呀 东厂嘟嘟燕狼 就被叫进宫陪得下棋 他是唯一一个 知道皇帝男班女装的人 此时的燕狼心里也有小算盘 当初他负责选皇附识 收了大把的好处 可如今皇上也不宠信新人 他这拿了银子不办事可还行 于是小心翼翼地开口 陛下 那些侍郎每天站在电外排队 总归是不太好看 皇帝心里想笑 朕还没玩crone呢 他就想着往里跳了 面上随意地问 那你说怎么办 燕狼一看这态度有戏眼 于是建议他时常去后宫溜达溜达 富郎们有了盼头 就不排队赌你了 听到这儿皇帝意味深长地说道 哦 要按照你说的 朕怕是很难全须全尾地走出来 燕狼连练摆手 哪能呢 陛下英明神武当 不过朕这几日倒是想了个好办法 燕狼隐隐有种不强的预感 只见皇帝递怪一套裙子让他换上 燕狼还想挣扎下 却被女帝戳着脑门说 小命不想要了 燕狼哀怨地穿上裙子 忽然听到门外有声音传来 是二皇女要带着月始郎闯进来 无内皇帝猛地进入内室 燕狼连忙捂住军口抗议 臣还没穿好呢 却听皇帝说 没穿好才好 接下来听朕的 皇帝一把把他的发拆把下 长发清个剑屁散 燕狼开始慌了 现在轮到朕告诉你 那法子是什么 你当朕的侍郎 朕往后只翻你的牌子 只去你的情 燕狼想也没想就把他推开 不行 臣只是个燕人 皇帝压低声音说 朕不在乎 朕无法重新一个真男人 但可以假装重新一个假男人 翻牌子 难道你之前说的 愿意为朕赴唐导火 都是假的吗 燕狼结巴着回道 我 我也没想到 汤是这个汤 火是这个火 门外脚步声渐渐走近 要尽快熟悉你的新身份 燕狮狼 此时门外的三人终于闯了劲 看到这一幕 顿时被惊得瞪大眼睛 眼看距离越来越近 自己的树胸马上就要露出来了 燕狼当即立断反客为主 拽住陛下的手臂 两人掉坏了位置 随后偏向门口处 立志的两人说道 二殿下和月侍狼偷看了这么久 实在让人恼火 可怜二皇宁的计划再次落空 没想到会撞见这么激烈的场面 只听皇帝恼怒的声音传来 还不快滚 于是他带着月侍狼火速滚远了 外人走后 燕狼立刻整理好衣服 今日陛下演这出戏 臣已经做了作为臣子的责任 至于当侍狼的事 还请陛下另请高明 臣告退了 皇帝偏了他一眼 淡淡地说道 燕提毒 每月俸路给你加十两 燕狼脚步停了一下 回过头让皇帝快点歇着去吧 哼哼 十两眼子就想让我白天提都 晚上提臀 门都没有 皇帝看着他理系的背影暗自琢磨 多加钱也不行 看来只能换个法子了 第二天燕狼正在皇宫办差 突然听到宫里面议论 听说殿下很喜欢那位新侍狼 还破例让他的父母进宫了呢 燕狼有些纳闷 新侍狼 说的好像是我 等他反应过来 就飞奔到醒宫门口 皇帝听到声音淡定的瞥了一眼 燕狼一边高声喊着陛下 一边抱紧他的大腿 陛下沉心甘情愿做侍狼 好为陛下分忧 说着将皇帝扶到屋里坐下 赖在人家大腿上继续痛哭流涕 之前是臣不知好歹 只要陛下封城的弟娘离开 臣一定尽心尽力做好侍狼 皇帝的计谋得逞 面上却装作勉强答应的样子 燕提毒特别如此是大体 看来朕也要多加些奖赏才是 从今天起 你每晚侍奉在朕身边 如去提毒的凤露 每个月再领二十两银子 这时定下后 燕狼又将替身大皇女的情况 也汇报给了皇上 说那替身在八九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还将她的玉佩从坟头挖出来 承给了皇上 女帝只是点点头 燕狼满眼期待地开口 陛下这案子也查完了 臣也答应做你的侍狼了 那臣的家人 谁知皇帝慵懒地回答 朕是想请你的家人入宫 可他们说农忙要割麦子 朕也就没再强求 燕狼立刻意识到他被骗了 皇帝淡定起身让他可以滚了 燕狼气冲冲地出门 什么农忙 分明是在耍我玩 呸 狗皇帝 可他不知道的是 狗皇帝的阴招才刚刚开始 年头太监这个职业也这么卷了吗 白天要做帅气鹦鹉的东场提督 晚上还要做以色诗人的温柔男宠 此时燕提督已经换上裙装准备试寝 可皇帝的寝殿门口却围满了人 都想看看这新兽宠的侍郎究竟有多美 燕狼只能用800米冲刺的速度狂奔 边飞奔边吐槽 狗皇帝 这苦差事只将二十两绝对少了 终于甩开众人进入寝殿 他连忙把门带上 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女帝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愣着做什么还不快过来 燕狼连忙跟上 可当他听到还得让教养嬷嬷先叫他咋伺候人时 立刻停住脚步抗议 陛下如果成这副装扮去见嬷嬷 恐怕他立刻就会认出我是提督 陛下放着侍郎不选 居然宠幸一个燕人 这一定会惹人议论 女帝转过身问道 那燕侍郎有何主意啊 燕狼只说让皇帝等会儿自己马上回来 请殿内教养嬷嬷嬷等了半天也不见人来 心想这新侍郎还敢让女帝等 如此受宠 看来一定是倾国倾城的美人了 门镇压一声开了 女帝抬头便看见一个身材曼妙的人 宽宽走了进来 侍臣咽双双�叩见陛下 嬷嬷连忙上前 想看他到底有多美 只听他娇弟弟的说 那日陛下宠幸侍臣时说 爱及了臣的面妆 臣今日特意细心打扮 误了些使称 请陛下责罚 皇帝和老嬷嬷嬷都缓不过来 许久过后嬷嬷恍然大悟 难怪陛下不尽难色 原来是品味不特呀 长得再随便 他也得好好调教 谁让陛下好这口呢 喂酒的时候 身姿要柔 对了 阴调要软 两人缓缓靠近 女帝咬牙切齿地说 燕狼 你是故意的 燕侍郎心虚地回答 臣哪敢呢 臣不过是费尽心思 为陛下分忧罢了 女帝停后捏紧他的下巴 好啊 既然燕侍郎如此费心 日子还长着呢 朕可以跟你好好玩 燕狼被捏得生疼 手中的酒杯脱手而出 一不小心 洒在了不该洒的地方 皇帝满脸上无可怜 好想捏死他怎么办 燕狼立刻吸睛上身 扑向女帝的大腿 连连求饶 女帝转过脸 不想搭理他 本以为今晚的事情 已经够让他阴谋了 谁知第二天 他就被气得七窍生烟 后宫所有侍郎 都涂得跟个猴屁股似的 全堵在寝宫门口求宠庆 搞得女帝都不敢出门 燕狼火速赶来救场 蒙着脸一把抱起皇帝 过门而出 这个屈辱的姿势 把皇帝气得差点升天 这一瞬间 世界都安静了 趁着一中 狮目瞪狗呆之际 燕狼火速带着皇帝 逃离战场 一路飞奔 把皇帝带回自己的寝宫 皇帝此时 真的好后悔呀 当初为啥要选 这货当战友呢 关上门 气喘吁吁的倒 总算躲过一劫 好困 陛下快去城去休息吧 明天冬场还有一大堆事 等着城去做呢 说着也不管 脸色难看的皇帝 直接走到床边 忽然像是刚反应过来一样 补充道 规矩陈董 陈打地铺 您睡床 陈现在就去给您铺床 皇帝在一旁 假装淡电的看书 余光偏向正在认真铺床的燕狼 看见他玲珑的曲线 不仅有些出臣 一个探监身材竟然如此细细 又回想起 刚才被这货公主抱 跨越了半个皇宫 皇帝信中生出一股无名火 啪的一声哲彩书本 气势汹汹的来到他身边 燕狼一抬头 就看见皇帝咬牙切屎的对他说 动作不一样 成何体统 此后大秀一会转身离去 留下燕狼一脸梦去 走就走吧 走了更好 好了一天总算能躺会了 过了片刻 皇帝沐浴完出来 就看到燕狼已经睡得昏天暗地 转头不小心撇到最后的脚 上面竟然还涂着这架油 他内心疯狂吐槽 这一台剑真是变态 不仅四藏女子衣物 还在脚趾上涂扣单 生活作风真是大有问题 就在这时 燕狼翻了个身 开始说起了梦话 陛下 那个 风龙在家的呗 皇帝猛地转身盯着他 求你了 不加算了 铁攻击 狗皇帝 呸 皇帝气得蹊跷生烟 你给我滚出去 此时皇宫的另一边 几个不受宠的男宠 正凑在一起说话 机智的月侍郎看出了端倪 这位燕狮先是涂花了脸 暂时戴面纱 行为如此无怪 尤其是那双眼睛 太像燕梯毒了 既然密谋着如何拆穿他的身份 这不 到了第二日 他们的机会就来了 男人打败所有情敌 只为独占女帝一晚 可这份神情 女帝却销售不起 因为他其实也是个男人 为了保住男败女装的秘密 他连忙拍出挡箭牌 燕狮王应战 燕狼自信的上场 要说打架码 他动场提督就没输过谁 一上台就用剑交 小配人家的外衣 这桃色外衫可不趁你 像丽世郎这样的冷美男 就应该穿深色的 没声响美男先他锅枣 二话不过直接出手 几个回合过后 燕狼发现对面的男人直攻不守 落出这么大的破绽 分明是在试探自己 那如果自己赢了 就会坐实武功不凡 和燕狼十分相似的事实 想到这里 燕狼故意输给对方 本以为躲过了算计 却没想到丽世郎动作贼快 直接把他面纱里接了 美男侧头闲闲的开口 原来是提督大人 这位顿时窃窃私语 女帝连忙出来救场 燕双双是燕梯多的胞弟 所以长相如此相似 说吧 分手和将人扶起 众目回馈之下要逃离现场 却被丽世郎叫主 陛下 春夜从来都是谁赢了全场 谁就可以独占陛下一夜 于是乎还没等晚上 丽世郎就来女帝的寝宫赌人 陛下 您说自己来了月事 可太医院记载 您这个月可都来了三回了 说着说着就握住了女帝的手 男扮女装的皇帝 勉强忍住揍人的冲动 却没想到更过分的还在后面 一溜宫女端着女性补品走进来 什么红糖浆茶啦 红枣燕窝啦 要啥有啥 说吧还要亲手喂给她 啊 张嘴 皇帝使出浑身力气忍耐自己 罢了 就喝一口做个样子 毕竟她是今日的赢家 可下一秒她却愣在原意 美男温柔的为女帝擦拭嘴角 这绝对是为勾引女帝有没有 这份申请让皇帝彻底破坊 房间里传了一阵阵奋斗的嘶吼 而另一边 战友燕郎看见狗皇帝吃鞭 心里痛快极了 不过她知道再看下去 估计自己解药就没有了 于是决定出手把她解救出来 直接胖侍女霸气登场 陛下快 燕士郎快不行了 这声音听在女帝耳中 简直是天籁之音 她连忙不作交集地 掏出丽士郎的魔掌 跟着适与火速逃离战场 美男沉默地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 随后缓缓掏出自己的撩妹宝典 什么月是送温暖都是狗屁 燕松松你给我等着 可女帝的内心仍然无法平静 她压抑着怒火走进燕士郎的寝殿 燕郎狗腿地上前打招呼 陛下一定累了吧 臣可以伺候您沐浴 还可以给您按摩 皇帝忽然停住脚步 一把提起过躁的燕郎 燕郎弱弱地开口 您不喜欢按摩 那臣再换一个 开背 拔罐 刮沙 皇帝缓缓凑近 阵心的心情不好 史上就滚远点 懂了 燕郎一秒变连 比了个告辞的首饰 懂 才马上就滚 拜拜了 您内 皇帝平复下翻涌的情绪 缓缓沉入于耻中 男扮女装这么多年 他从未有过如此强烈的屈辱感 金布瑶 红罗裙 为做龙椅扮女装 可真是荒唐 女帝愤怒地将回备砸向地面 早晚有一天 他要以男子身份统治这个国家 女帝这边还在痛苦挣扎 而另一边的燕郎 却已经做起了美梦 梦里他回归了女子身份 和一个男子在樱花树下约会 他将美丽的鲜花 跌到皇帝面前 皇帝害羞地问 这 这是送我的 梦里的自己霸气地回答 当然 鲜花自是要配美人 说着一把懒过皇帝 谁叫你人皮花交呢 可甜甜的亲吻只维持了一小会儿 忽然有个烦人的声音 一直呼唤他 肚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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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狼猛地睁开双眼 迅速从梦中惊醒 要死 居然会做这种梦 一个皇帝的后宫嫔妃 竟然让个小太监给霸占了 茶艺不惊 有月侍郎一对一教学 武惠清宫 有进士郎手把手带的体验 非一般的感觉 此时皇帝还在悠哉地 抱着大鹅晒太阳 他正有些纳闷 这几天男虫们咋这么小听 无论不知道 一问下一条 学茶艺和清宫 他也就不说啥了 太盐郎竟敢给他的后宫们 看手相 而且声音极细火爆 还得排队才能看上 皇帝终于坐不住了 决定去后宫看看 此时太监燕郎化身成男虫 烟松双 正和其他五个男虫打得火热 要清空的进士郎握着他的腰 让他一会儿施展清空时 呼吸放缓别紧张 下面一群男虫 快身迷媚为燕郎打气 燕郎鼓起勇气 增身一跃 皇帝此时也来到这里 就在这时意外吐舍 燕郎没猜稳目装 忽然从办公中落下 众人见此情形不禁大吃一惊 从不同方向向燕郎扑来 冷美男月侍郎离得最近 稳稳将人接住 这幅画面落在后面的皇帝眼里 就有些刺眼了 燕郎看到救自己的 竟然是那个心肌波 暗骂一声晦气 月侍郎挑了挑眉 那真是失礼了 我不该接住你的 燕郎低声说 我不管你对我和陛下有什么目的 给我小心点 别被我抓住把柄 月侍郎讽字的回道 可是你也不简单吧 小双 此时两人终于注意到 脸色黑成锅底的陛下 月侍郎心中一颤 瞬间松手 脾心甘气 几人灰溜溜的被带进凉亭 皇帝把手伸到燕郎面前 朕听说你会看笑 给朕也看看 没想到燕郎直接把手凑了上来 这里人多不好发挥 陛下随我来 就这样 当着一众难闯的面 皇帝就被拐跑了 月侍郎看着两人的背影若有所思 燕家族谱里 根本就没有燕双双这个名字 皇帝的进宫内 燕郎接不着说道 陛下 士臣慢隐不慢身啊 皇帝不发一言 眼神却紧紧盯着他 一步步将人逼到墙角 燕郎紧张得这顿口水 这狗皇帝怎么像是在色诱自己啊 此时皇帝越靠越近 低声问 你真不好难逢 太监燕郎对天法师没那个时好 皇帝更纳闷了 如果不好难逢 为啥藏着女子的嘟嘟 还把脚指甲染成红色 燕郎心中一惊 小脑瓜飞速运转 眼看皇帝就要发飙 他立马分钟一声跪了 胜泪俱下的求饶 说自己看见宫女姐姐们貌美 所以从幻影局套来肚兜解解禅 至于脚上的指甲油 他带着皇帝跑到外面 抓了一只红色的胭脂虫 暴力地捏碎 手指便被尸体染红 燕郎轻轻往唇上一涂 就像这样 陈弟一次见就觉得非常新奇 就手牵地涂在了脚上 可此时皇帝却盯着他的红唇 看着了眼 回国神时不禁有些脸红 自己怎么会对个太监有感觉 燕郎见状不禁得意 终于蒙混过关了 可第二天两人就笑不出来了 皇帝将一个画本丢给燕郎 燕郎打开一看 顿时瞪大了眼睛 这竟然是以皇帝为主角的开车漫画 若皇帝为了守住母亲的江山 南半女装登上皇位 却没想到白天他是皇帝 晚上他是皇后 再往后的内容看得燕郎面红耳赤 不得不说作者摇曳的小画太厉害了 他好想拿回家看怎么办 这时受到皇帝冷冷的目光 燕郎立马表态 竟敢污蔑陛下 激入死里 趁这就去把作者找出来 又没想到皇帝也要跟着一起去 两人悄悄来的宫外 此时皇帝早已患上了男装 少了女装时的阴柔 多了男性的硬朗 刚一下车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燕郎有种不想的预感 于是小心翼地开口 那个公子 您明天还是换件素气的衣服吧 不甚至刚想问为什么 就被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叫住 哎呦喂 这是哪家俊俏的公子哥啊 我看你骨骼清奇 最适合躺着赚钱了 我们崔竹馆不仅自由 上空环境也好 还有钱赚 很多钱啊 燕郎看他越说越厉扑 一把将臂侠拽在身后 上前把这老宝削了一对 他刚想回头邀功 却立刻看只了眼 只见皇帝正被其他几个楼的老宝团团围住 我是御销楼的 我们福利待遇最好 工资好俊啊 来我们迎宾楼吧 太监连忙将人救了出来 拍了拍胸口给他顺毛 笑笑气 都怪我家公子长得太帅了 不跟他们一般见识啊 在这之后 燕郎就成了皇帝的护华使者 稳稳地打在他身前 不觉一切奄奄奄奄 然而他这一片忠心 终究是错付了 狗皇帝竟然让他换上女装 假扮自己的欺主 这样他才不会被人盯上 本就是女儿身的燕郎 吓得抱紧强柱子不杀手 皇帝好生好气地哄他 燕郎委屈爸爸的抱怨 我本来就不是真男人 公子还非让我穿女装 岂不是让我承认自己不男不女吗 皇帝看着宁死不从的燕郎 逐渐失去耐心 他脸色阴沉的伸手 向他逼近 好话说尽 既然你不肯 那我来帮你 感觉到一袍被掀起 燕郎连忙认怂 灰溜溜地去化女装 等他别扭地从事意间出来 皇帝惊讶地得打眼睛 这太监怎么比女人还女人 看到这儿 如果你也觉得男主好带好傻 就点个赞敲打一下他 皇帝带着燕郎直奔最出名的小罐楼 他先考察一下 女中国男子的出境 到底有多艰难 却没想到差点把自己给搭进去 皇帝一进门 就被突然出现的红盖头罩住 老宝激动地说道 公子 还不快谢恩 贺兰小姐的红盖头罩住你了 你今晚就是她的人了 话音刚落 就看到一个紫衣女子 缓缓走下楼 燕郎霸气地挡在皇帝身前 姑娘误会了 她可不是春风楼的小官 她是我的人 春风好不想 眼看就要打起来 燕郎小声说 一会儿打起来 陛下你先走 可她却没有听到回应 反而是一声声粗喘 皇帝只感觉浑身躁热 头脑发沉 燕郎想上前帮忙 皇帝却看见偷袭的紫衣女子 连忙将人推开 燕郎武功高强 一个转身跟她缠斗起来 这在即将获胜之时 突然被迎面而来的红盖头偷袭 燕郎扯开红盖头 却闻到了浓郁的骑星 随后便直到她的栽倒 女人得意地开口 就让你亲眼看看 她是怎么变成我的人的 两人被带到楼上 燕郎被绑住手脚跪在一边 紫衣女妩媚的声音响起 小狼君 你亲我一下 我就帮你解了这药型 眼看女人就要得逞 贴身太监终于解开树谷 绳子一勒直接送她上路 可还没等小太监松口气 就被皇帝一把吹到 本就是女儿身的太监拼命挣扎 但却省不上一点力气 只因她刚才也非能恶意给算减 两人克制了一个时辰 但药销还是没过 这时皇帝固然从身后抱住了燕郎 咬着嗓子开口 看来只有这个办法了 燕郎瞥了她一下 无奈的闭上了眼 没想到下一秒就被大力按进水里 如此反复数词 燕郎累得贪到嘴她上 皇帝连忙问 效果如何 好像真有点效果 换你来 还没等皇帝准备好 燕郎就使出去了 就赶着按进水里 还一直不下手 皇帝在内心疯狂吐槽 你们再不给泡脚点赞 我就要憋死了 一阵手忙脚乱过后 两人终于解了毒性 都累得贪到在地 这时皇帝叫住燕郎 朋友也要相处吧 此时的她万万没想到 自己马上就会后悔这个决定 因为新朋友的脸皮 着实有点厚 作为一个太监 这总是不经意的撩拨自己 比如马车没作文 推进她怀里啊 又比如动不动就瞪着大眼睛 楚楚可怜的看着她 要不是她勾引自己 自己又怎会做出这种亲密工作 哼 看来要离这个死太监远点 可转眼看到她被驴给踢了 自己又有点心疼怎么办 不甚至无奈的把人背起来 咱就说都挨这么近了 女主的马甲子还不掉 那你能不能别再给我吃毒药了 还有啊 你这个月的解药还没给我呢 不甚至暗很偷笑 随后侧过头邪恶的回答 哎呦 你不说我都忘了 言之解药的人出现猛浪 所以你这个月就忍忍吧 看着燕狼阴沉的脸色 皇帝心里暗爽 这是真傻呀 吃了这么久 还没发现是逆王 皇帝喜欢上了小太监 所以每晚只让她守夜 还命令她换上女装 陪自己立服私房 皇帝知道这样不对 却忍不住内心的嫉妒 可她不知道的是 小太监其实是个女人 而且两人很小的时候 就已经相遇了 那时皇帝才五岁 还是被母亲抛弃的小和尚 和师父下山时 遇到一个可爱的小女孩 上前问路 看着她手上的糕点 女孩插了只吞口水 她争纠结 要不要分她一半时 小女孩却突然出手 把糕点全抢走了 看着女孩逃跑的背影 小和尚气得哇哇大哭 太坏了 师父 她太坏了 几年后 小和尚还俗 成了一枚俊俏的小公子 七夕当会那晚 她原本只想买个荷包 却没想到 因为长得太均 被许多小娘子墙上了 突然一个女孩 不进她怀里 飞速在她脸颊上 亲了一下就跑开了 边跑边对旁边的探主说 我亲上了 所以你输了 明天记得给我什么钱 跟个别来账哦 留下男孩 红着脸呆愣在原地 转眼又是一年气息节 还是和往常一样热闹 女孩的面具很快就卖完了 她刚准备离开 就被一个清秀的男孩叫住 姑娘还有面具卖呢 女孩将留给自己的面具 送给男孩 男孩带着笑意转身离去 女孩这才想起 她怎么有点眼熟呢 然而此时的皇帝和太监 都还没认出对方 两人来到皇帝小时候 生活的寺庙 这里收养了很多孤儿 见到离去多年的师兄回来 都兴奋的围了上来 皇帝和老和尚去救时 燕狼被一群小姑娘围攻 说你和师兄到底是什么关系 燕狼没想到 狗皇帝人气这么高 连忙解释 两人只是一起出来办事的 绝对没有私情 再说了 很严重 她独自来到湖边 想起刚才的情景 就心中苦涩 这时燕狼不然出现 好好的献上一摊桃花酿给她 喝完就不准跟我支气了 谁知下一名 不顺之快速从她身边略过 阴沉着脸不打理她 第二天燕狼再次出现 No 我特意去山下买的栗子糕 你快尝一尝 皇帝仍然不为所动 连人带吃的一起撵出门去 她此刻的心情很复杂 我到底怎么了 不就是说了一句不喜欢我吗 何必那么在意 然而她没想到的是 更让她生气的还在后面 这死太监竟敢召集她所有的失地 把原本属于她的糕点和她花酿 分给别的男人 看见她跟别人打得火热 不顺之再也坐不住 骑身大不离去 燕狼见状连忙追了过去 两人来到附近的小树林 燕狼想拉住不顺之 让她停下 却被她生气的躲了过去 燕狼也有些窝火了 你到底又在生气什么呀 难道是因为粉丝还不给你点赞吗 不顺之闷闷的回答 那是我的酒 这话让燕狼有些摸不着头脑 什么你的酒 不顺之不想解释 转身要走 却被燕狼大力拉住 两人拉扯间 说我把她的地上 不顺之瞬间羞红了脸 燕狼起身继续混她 哦我知道了 可你不是说不合吗 这会又生什么气呀 不顺之偏过头小声多呢 那也不许给别人 让男扮女装的皇帝 爱上女扮男装的太监 看见他跟别的男人说笑 皇帝会吃醋生闷气 就连中午打个嘴的功夫 也能梦见和他一起修修 皇帝伸直再这样下去 自己一个直男就要被歪歪 于是下定决心数月燕狼 第二天一早 小师妹看见两人奇怪的问 师兄今天跟燕姐姐 居然没坐在一起吃饭 不过你们居然有同款熊猫眼 说 是不是背着我们偷偷 做什么坏事了 坏还没说完 就被布伸直用包子堵出了嘴 燕狼坐在后面偷像 在青云寺的狗皇帝 请像一个活生生的人 回想起皇帝出宫后 带下去的场所 青楼 古馆和展房 都是男人地位卑微的地方 燕狼恍然大悟 难道皇帝想改变 女尊国男人的地位 想堂堂正正的 以男子身份统治这个国家 为了验证这个猜测 晚饭时 燕狼带着一壶酒来找皇帝 打算灌醉他套话 只知却扑了个空 小师妹提醒道 我刚才见到师兄去后山了 他每次去后山都会迷路 不愧真回不来了吧 燕狼一听这话急了 连忙起身去后山长了 看着他匆忙离去的背影 两小只八卦道 燕姐姐好在意师兄呀 前几天还嘴硬说不喜欢师兄呢 小师弟恍然大悟 明白了 说不喜欢就是喜欢 另一边燕狼从傍晚找到了天黑 终于在一棵大树上 发现了迷路的皇帝 他远地茶遥生气地叫道 好啊你 你知道我找了你多久吗 还不怪下来 无奈拗不过他 只能也爬了上去 真不知道你跑着深山老林里来做什么 下一秒 一面欲坠出现在燕狼眼前 小时候不懂事 撑起母亲把我丢在寺庙 于是我把他送的玉佩随便丢了 后来找了很多次都没找到 没想到今天竟然找到了 燕狼直起身 吸开了玉佩 突然缩短的距离 让不深知忽得紧张起来 心脏也不受控制地狂跳 他暗把自己不争气 想离他远点 可自己又不记得回去的路 这时热露的燕狼却不肯走了 他捂着肚子说道 我着急来找你连晚饭都没吃 胃疼得缓缓 或者公子还像上司那样 背我回去 不深知只能留下等他 最后索性闭上眼睛说道 记好了喊我 燕狼讨好的上前套话 却被不深知清冷的声音打断 闭嘴 休息 燕狼叹了口气问道 你又在别扭什么呀 回应他的是一阵沉默 燕狼无所谓的白白声 罢了罢了 你不说我也知道 是不是还在寄我 把你的酒放人了呀 还是因为我之前说了不喜欢你 不深知裙头握紧 咬牙切齿的警告道 你给我闭嘴 燕狼假装放弃 好嘛不说算了 男人真是麻烦呀 随后竟然倒在了他肩膀上 假装睡了过去 不深知弄了片刻 心脏再次扑通扑通的横跳起来 最终还是不舍得伸手 将他的脸开开 谁知刚一撒手 这人一粘了上来 燕狼暗戳戳偷笑 不深知这才知道他是装的 气得甩袖离去 燕狼顺时跳下树奶 搬手抓住他的手腕 一把抓到身前 还说不是在闹别扭 还是说公子其实是喜欢我 吃我的醋啊 皇帝心中一惊 没想到他这般放肆 直接抽身离去 走了几步后 回头冷声警告道 怪朕太纵容你 到如今什么话都敢说 朕喜欢谁 疏远谁 都轮不到你来揣测 燕狼眼看皇帝要走 连忙问出心中的疑问 陛下是否急迫的 想让男子当家做主 不深知没有回答 我只是冷漠的回答 多主 你是燕狼 燕狼心中有淡淡的苦涩 说是把我当朋友 看来他对我也并非全人信任 皇帝竟然喜欢上了太监 发现太监跟别的男子调笑 就打翻了五百年的粗毯子 看着身着女装的太监 给师妹们化妆 哄得小姑娘们心怀怒放 他直接一盆冷水打断几人 寺庙里不许农庄厌慕 要么洗掉 要么抄五百遍心惊 吓得师妹们大哭着跑开 发现燕狼教师弟们玩九连环 又黑着脸做身后冒出 发出灵魂拷问 功课都做完了 吓得师弟们光速逃肚 燕狼冷汗直流 试探着开口 公 公子啊 不甚至轻哄一声 转身离开 燕狼不禁沉思 狗皇帝这还不叫吃醋 所以他其实就是喜欢男人 而且喜欢的还是我这个太监 想明白后 燕狼来书房找皇帝 却听他说 太上皇帅的回宫 冷漠的吩咐他去收拾东西被撑 燕狼出来后忍不住轻散 这狗皇帝还挺会装样子 如若不是喜欢 何必因为我说了一句不喜欢他 就生了那么多天闷气 先前就觉得他对我有意思 还以为是我多想 啊 为我的心虚自罚一杯 真不该质疑自己的魅力啊 很快两人就坐上smart版车下了山 皇帝战战静静地在前面操控方向 燕狼严重怀疑皇帝的驾驶技术 却被皇帝自信满满地怼了回去 这时如果不出点意外 那就实在是意外了 小丛中突然穿出一只眼睛蛇 马儿受惊止下独路同奔 直接带着人和车冲向悬崖 两人惯性作用下向后跌去 千军以发至极 燕狼用尽全身力气将不慎之拥了上去 而自己则落下谷底 不慎之落地后慌忙下下望去 紧张地呼喊燕狼的名字 只见山谷下原本是河流的地方 此刻满是巨石 燕狼差点咳出一口老血 一边回应他没事 一边在心里骂倒 杀千刀的枯水气 货河里一点水都不留给我 不慎之赶忙下来查看他的情况 你怎么样 能动吗 燕狼忍得剧痛起身 背后肯定是磋伤了 肋骨好像也断了几根 眼看天色今晚 两人只能站到一处山洞过夜 火把燃起把黑夜点亮 只听不慎之的声音传来 燕狼把上衣脱掉 他呆呆地看着对面男人 只听他继续说道 你胸前和背后的伤不能不处理 我来帮你擦药 皇帝和女扮男装的太监 流落到荒郊野外 此时孤男寡女共处一动 皇帝竟还让小太监把衣服脱了 要帮他在胸前和后背上药 太监燕狼呆愣了几秒 就这么眼看着皇帝凑上前来 忍着点疼 很快就好了 见他毫无反应 不认知打算亲自动手帮他拖 燕狼瞬间就醒下的连连后退 公子我是个燕人 不知道不知道的 皇帝挑眉说道 我不介意 说吧又要伸手 燕狼颤抖着说 我 我介意啊 咱们都是男人 你帮我伤药我心里别扭 皇帝见他如此磨叽 直接将人拽进怀里 按住他不让动弹 单手脱他的外衣 燕狼大脑飞速晕断 怎么办怎么办 马甲又掉了怎么办 不然他猛的从不顺之关里挣脱 一把将人推远 不行 我说谎了 像公子这样风神俊朗的人 神仙的都要喜欢 我 我也如此 皇帝听后瞬间愣住 还没等他反应 就被一把推倒 燕狼抖上他的脸颊 真诚的开口 公子帮我涂药 我势必情难自退 想要和公子有更多的接触 我没什么不愿意的 就看公子你愿不愿意了 此时燕狼的内心是这样的 事态紧急没招了 只能这么胡周了 果然皇帝被他撩米糊了 惊愣着说 我 我去吃些柴火 随后陶冶市的往外跑 河闯下吊的行李也得找回来 我先走了 燕狼看着他的背影欣欣 撇开愿不愿意两说 他绝对是慌呢 过了一会儿不声之回来 二话不说 直接在地上画出一道参半线 坐过头冷声道 睡觉时一人一半不准越线 随后补身准备睡觉 却被燕狼一把抓住衣服 笑着调侃道 可是公子 你还没回答我刚才的问题呢 皇帝忍住翻滚的情绪咬牙回答 哦 这么好奇 不声之蹲下身凑近说道 那你可得想想好 你有没有命 听这个答案 燕狼立刻干笑着松手 那 那还是算了吧 我突然觉得好困 还是睡觉好了 夜深吼 不声之看着山洞顶有些畜神 之前却一冷落他 如今他又因救我受伤 看着睡死过去的某人 他安叹一声 罢了 等他伤好之后再说 一天两人走了很远 终于发现了两匹无人认领的马 善良的两人选择只骑走一匹 剩下那匹马留给原主龙 再扔二十两银子作为补偿 可燕狼却无解了自己的钱袋子 在皇帝承诺回宫给了报销后 才舍得松开 这时却见到马主人追了上来 不声之回头一看 就是二皇女天下 他冷笑一声 原来是皇妹的马 既如此我就不必客气了 燕狼把荷包收起来 我们走 不思勇气的原地暴跳入雷 这个人绝对绝对不是我的亲姐姐 迟早有一天我要卸掉你的马鸡 小太监每天都要吃泥巴 一天不吃就浑身难受 只因他意外发现了女帝的男子身份 于是皇帝为了保守秘密 逼他吃下泥毛 还骗在说这是毒药 为了换取解药 他只能满足皇帝的各种无理要求 此后他白天提毒 晚上提筒 化身成男宠 咽双双帮皇帝遮掩男子身份 这天两人外出几天后 终于回到皇宫 燕狼连忙可怜巴巴的求解药 说这都晚成要好几天了 但愿人没事 皇帝轻笑一声 一旁的小侍女就看出来不对劲了 这俩人该不会是好床了吧 皇帝和太监 两人这边还在拟能我弄 却不知道另一边的二皇女 正准备算计他们 他早就怀疑这位皇帝 根本不是自己的亲姐姐 又在民间看到皇帝男装的画像 于是裹刀出了迷药 气势汹汹地找上皇帝 原本屋里的皇帝和燕狼 正悠哉的影戏 听到二皇女的叫声 两人立马打起精神 燕狼搜得一下起身 坐到皇帝怀里 还兴奋地说道 好嘞可以让他进来了 皇帝嘀吼一声 你到底在做什么 燕狼眨眼睛 总不能让他看见咱们分床睡吧 那不就穿帮了吗 皇帝咬牙切齿地说道 朕的意思是你去躲起来 燕狼呕了一声 不情不愿地躲进柜子 二皇女端着掺了药的包点进来 哄着皇帝吃了下去 要笑很快发作 皇帝冻得一声栽倒 就这么晕死过去 燕狼躲在柜子里 眼看着二皇女 开始脱狗皇帝的衣服 很快皇帝的马甲就掉了 二皇女看见她的身体 惊得连连后退 她果然是男人 想到自己一母同胞的姐姐 竟然被人替换 她连忙去找 身为太上皇的母亲 过来主持公道 燕狼趁她离开 连忙送柜子里出来 拽着皇帝的衣服 要把她喊醒 喂不慎智快醒醒啊 再不行就来不及了 可皇帝毫无反应 没办法只能扇巴掌了 不慎智迷糊糊地睁眼 燕狼抓着她肩膀摇晃 快醒醒赶紧起来 二殿下就快回来了 果然不出片刻 二皇女带着太上皇折回 当她自信满满地掀开脸子 结果却空空如也 她顿时傻眼 想象中的场景应该是 不甚至红果果的样子 被两人抓住 然后在现场跟母亲告状 最后母亲将她绳之余法 可是人呢 死哪儿绝了 二皇女绝对想不到的是 太上皇跟皇帝竟然是一伙的 皇帝才是太上皇的亲儿子 而她才是多余的 于是二皇女收获了 太上皇上的两个大瓜子 而罪魁祸首此时 正躲在柜子里看戏 柜子很小 两人很紧 燕狼小心翼翼地开口 陛下 有什么不舒服的 您抗生哈 皇帝咬牙切齿地回答 有 把你的手从我的屁股上挪开